在山上撐了一個多月 理性登山客終於被救下山 大家都說這是奇蹟 但這已經是他第二次登山受困 救援成本驚人 直升機的部分大約在140萬左右 另外我們地面部隊的物資 補充的話大約在10萬左右 光是直升機多趟來回油錢 加上救援物資就已經花了超過150萬 根據了解的李明漢在102年時 也曾在山上受困 當時出動大批人力 把他救援到南投下山 因為想到四年後又重演一次 李明漢在登山途中 跌落山谷 左下腿骨折 好不容易爬上棱線 打開手機打電話求救 用的就是這一款號稱電池 能夠撐23天的2G傳統手機 警官只帶15天食物上山 他靠著節省分配食物 撐過了一個月 另外他用身上攜帶的帳篷 收集雨水 還拉起外帳 躲進露宿袋中等待救援 避免在熱量獲取不足的情形下 讓自己食溫 從12號就已經斷糧了他 靠著喝雨水躲帳篷保溫 又撐了一個星期 總算等到了救援人員 登山好手李明漢掌握了 從糧食 通信和保暖三大關鍵 替自己開闢了一線生機 但高達150萬的搜救社會成本 恐怕不是他一個人可以負擔 記者廖位林 廖宇智 歡迎報導 找到 停止